明朝有很多中國人都有份,那些倭寇 倭寇是在中國沿海地方 明朝曾經出兵很多都是打不贏的 其實倭寇不是特別勁,倭寇通常都是散兵游泳,是有日本人的 但後世又說到那些倭寇是日本人,日本刀很厲害 所以打不贏其實不是 倭寇是日本人,大約有些人估算是佔三分一左右 有很多本身都是明朝本身的人 還有一些潛羅人,爪蛙人,炒賣一疊 張居正叫了七繼光去打這些倭寇 七繼光就知道 不是當地的士兵在越長途拔洩去到其他地方打 一定不夠打,因為沒有決心 不是保衛自己家園 所以打得不夠難死 當然了,每個人都怕自己死 不是保衛自己家園的河必 那麼賣命呢 做36,不做36 當然是希望自己的生命盡在這裡 不要死 所以打得也沒那麼厲害 決心沒那麼大,不是那麼難死 到最後七繼光 在倭寇附近的地區召集新的士兵 即是建一些新的軍隊出來 所以才有之後所說的七家軍 其實所謂的七家軍 即是浙江、福建、沿海地區的人 應該是七繼光自己組成的軍隊 當然了,自己地方 即是努力賣命 保衛自己家園 在清朝的時候 都有類似的情況出現 即是本區自己組成的軍隊 是打回人家最好打的 最敢打,最困難死的 因為保護家園 好像721元朗8億人一樣 我有份打 那就是太平天國 打了很多次 清朝的軍隊都不夠太平天國打 然後曾國凡和他弟弟曾國泉 自早雙軍 重新訓練 由雙軍,即是湖南那邊 一直打到南京 一直掃平 湖南本身就是曾國凡的家 當時清朝的百旗弟子 六型的正規軍已經是廢柴 所以曾國凡就直接在湖南 再自己練新軍 即是和戚繼光一樣 新軍當然是守護自己家園 即是厲害很多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浪死很多 雖然在期間 開初曾國凡和太平天國打 有幾次都衰了 甚至乎他想自殺 了事 不過之後被人救回 然後他吸收教訓 然後終於可以從錯誤中學習 慢慢打得贏了 所以如果打一些防守 攻防戰 本土的防守人 永遠都是有優勢 古今中外都是這樣 就算是之前美軍打中東 都一樣是這樣 防守一方 就算在美軍的海陸空 完全優勢 夾擊之下 總是不會輸得太過乾淨 總是對美軍帶來一些很沉重的損失 特別是越戰 說回沖繩島戰役 在面對日軍這麼恐怖的防守之下 美軍當然傷亡慘重 打完沖繩島戰役之後 也是全世界最後一場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役 為什麼呢 因為民軍看見日本人這麼恐怖 打在外圍島都這麼困難 如果打到日本本土豈不是糟糕 所以在減輕傷亡之下 就唯有選擇丟原子彈 所以打完沖繩島戰役之後 不足兩個星期 就索性丟兩顆原子彈去日本長期和廣島算夠 其實沖繩島之後 本身是有兩個登陸計劃 當然是在原子彈之後取消了 奧林帕哈行動和小皇冠行動 當然是扔了兩顆原子彈去日本之後 日本就投降 所以那兩個行動都取消了 原先奧林帕哈行動 就是想著佔領九州 九州在哪裏 九州就是在這裏 日本的南部 在沖繩島的上面 就是這樣 想著一下一下 環環緊扣地打上去 而小皇冠行動 就是打到東京 關東的平原一帶 當然是要靠奧林帕哈行動 佔領的九州才有得玩 才有得打到關東那裏 而日本當然知道 美軍和律民軍會打上來 所以日本有一個叫做 缺號計劃 那什麼是缺號計劃呢 就是日本正式進入本土自己的防守戰 當然這個計劃也是沒有了 這個計劃本身 會動用二百多萬的陸軍 百多萬的海軍 和一萬多架的飛機 通常這些飛機都是一些 比較二三線的飛機 和一些教練機 改裝而成的 還有很多平民百姓都會被徵召入伍 所以是一個全國的大反擊 這個缺號戰爭 或者本土缺戰 其實日本有很多山 很多很好的防守地方 日本也都計劃好了 將會不停重演沖繩島戰役這麼慘烈 如果民軍真的打上去 其實很嚴重 因為日本本土已經做好所有防禦設施 等著民軍打上去 所以民軍打上去 基本上是狗死一生 只可以用人數來搏 所以經過反覆思量下 所以民軍也是打算到最後 扔兩個原子彈進去 扔兩個原子彈進去 比這樣不停打 否則 隨時死亡人數更多 那兩顆原子彈 這就是當年美軍 攻打日本最後的兩場戰役 那時候民軍有一個絕對優勢 幾個國家欺負一個日本 現在反過來 中國要對抗所有太平洋的國家 美軍、日本 很多外來的勢力 那究竟可不可以打得贏 這個台灣呢 台灣就這樣看 很小 但相對在沖繩 硫磺島來說 真的很大 台灣政府 台灣軍方也預計得到 中國是會打過來 所以和日本本土的做法一樣 就有很多防禦設施 很多計劃 已經預備好了 準備你來攻入 那究竟大陸會不會 十個去台灣 九個都死在台灣 那就是不知道 那就是打過才知道 當然大陸也不是蠢的 如果打台灣 要打日本和美國 肯定不著數的 這條數 就算被你拿回台灣的小島 之後 那怎麼辦呢 你的國力 即是虛耗得這麼厲害 還有內地的經濟 承承受得在這場的戰爭 如果只是站在很遠的地方 只是打這些南沙群島 即是打越南和菲律賓 下面的那些南海地方 這樣就好 因為沒有一個實質的地點可以打 純粹射一下炮 打一下飛機 打一下船 這些是相亡有限 如果真的打台灣 其實跟韜韜窩沒什麼分別 所以 以我的分析 就算打 打台灣的機會率是非常之少的 一向中共的策略對於台灣 都是要台灣人自我分化 自我投共的 都是那句 台灣最大的敵人 不是解放軍 不是中共 都是中共 但肯定不是解放軍 不是軍事上的東西 一定是自己的政客 自己暗瓦底 不知道有什麼牛鬼蛇神在存在 妄此是正正常常 但實質 到了關鍵時候 就會賣台灣的人 甚至乎現在 都已經是主張賣台灣的人都不承認 這些就是我暫時對於 中台關係的理解 有些戰爭 有些軍事 有些政治 解說上 我都尚算是比較膚淺皮膚 不想太大 著物在一些軍事上面 即是軍事糞 但是 借股 減金底下 我覺得 中共也不是按鈎的 台灣軍方也不是蠢的 大家都承受不起這場戰爭 差在誰 可能有按鈎仔自己開槍 都不承認 都不承認 但是 理性下 中共應該是不想打台灣的 可以尋求其他方法 搞台灣的話 就用其他方法 真是最後一步 要武統台灣 這四個字 其實就不是向台灣人說 也不是向世界說 是向自己 中國內地 小粉紅 一聽到戰狼外交 打了飛機 那些 中國人說 最重要是團結中國人 最重要是中國人自己開心 所以 暫時 我覺得 不太大機會 老透死那篇文章 真是吹蒜 可能是可能發生的 其中 一個比較大的機會率的事件 但是 不打仗就沒有這些 有打仗 我就覺得 如果真的打到埋牙 他那篇文章都一半一半 這就是我的理解 好 今天就到這裡 記得訂閱這個 Youtube頻道 以及上Patreon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